我買股票 不要關心他們健康 OK 你聲音OK了嗎 可以可以 好各位線上朋友大家好 盧小姐卡茲還有林順斌大家好 有聽到聲音嗎 聲音現在出來我們畫面等會 這個正式直播開始 現在目前看到這個 美國股市盤前雖然上漲 但今天晚上多空未明了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市場的風險 仍然是相當的大 所以先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在投資上 今年一定要謹慎為之了 我想幾個月來 我一直維持建議大家謹慎為之的基調 那走到時至今日 應該長期收看我們直播 或聽我廣播節目的朋友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 的確全球股市 包括各種的商品價格 波動得非常的大 那股市呢 基本上波動是向下的 那有些商品價格 波動是向上的 所以它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 資金倒流的狀況 那這種資金倒流狀況 跟整個國際的情勢 是有密切的相關了 那這個禮拜最重要 我們要迎來了 就是美國聯準會 三月的議席會議 那這個三月的議席會議 市場預估了 應該是升息一碼 是鐵定了 因為現在目前根據 三月的CME的FedWatch 它升息一碼的機率 是高達95% 所以說這個升息 已經是見在弦上了 那過去的經驗 我有跟天后朋友 前幾次的直播分析過 那美國過去兩次的升息週期 升息開出第一槍之後 如果我們以納薩克指數來看 它的波段跌幅 都達到差不多15%左右 也就是說從升息當下 升息的第一槍 起算指數的位置 到波段的低點 大概差不多一個半月 到兩個月的時間 跌幅大概都是15% 那很多可能朋友會問說 那納薩克指數 從去年11月19號 到本波段低點 已經跌了20%了 那這個禮拜 如果聯準會 一如預期的升息一碼 納薩克指數後面還會跌 先期已經跌了20%了 還要再跌15% 那不是 跌掉了35%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跌勢了 那還會再跌嗎 我 可能要跟各位報告 可能還會是再跌的 至於說會不會跌到15% 我個人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以機遇來講 下跌的機率高達7成吧 上漲機率大概只有30%吧 所以這禮拜 首先要看的是聯準會 他的 這個議席會議之後的結論 以及他 公佈出來的 這個相關的 總總數據 因為本次的聯準會的 FOMC會議 同時會揭露最新對於美國GDP的預測 以及美國通貨膨脹的預測 現在一般市場認為說 GDP大概會下調到4%以下了 同時PCE會再次的明顯的往上調升 所以經濟承受的壓力是不小 經濟增長是越來越被調降 但是物價卻是越來越往上拉高了 這個預期性往上拉高 其實這個4%以下應該是肯定的事情了 美國今年的經濟不要講4%了 我個人覺得可能2%都不到 最新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高盛 高盛在上週 他是去年7月以來 7次下調美國的GDP了 大家都知道像高盛 美銀這些華爾街的投資大機構 他們是靠股市在混飯吃的 他們怎麼會不斷的下調美國經濟呢 怎麼會不斷的下調標準普爾500指數 年底的預估值呢 那當然是不得已 因為形勢不容得他們樂觀了 因為你在樂觀下去 我想這個投資人也不信了 所以維持一定的公信力 他只能這麼做 因為股市沒了行情啊 這些投資機構的獲利啊 包括業務啊會非常的難搞 所以他們也是很不得已啦 高盛是怎麼下修美國的GDP啊 如果各位看到上週的數字 你會嚇一跳 他把今年美國第一季的GDP 下修到只有0.5% 那是接近衰退邊緣啊 那你會說啊 那是因為基期太高啊 去年第一季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那今年第一季當然相對激期的情況之下呢 自然是不會高 那我們講說去年三四季 美國GDP不高吧 那高盛把今年三四季 美國的GDP啊 那預估值也不過就是2.5啊 也就是說那在相對低 激期的情況之下呢 下半年的經濟也沒有明顯增長啊 只有2.5%的一個增長率啊 所以全年高盛把美國的GDP的增長率下修到 只有1.7% 可是在只此同時呢 這個物價指數呢 卻是來到了7.9% 40年來的新高 上個禮拜 美國政府公佈出來的CPI 將近8% 核心CPI6.4% 那各位一算 哇這個CPI高達將近8% 但是經濟增長率連2%都沒有 那我請問你這金融市場 怎麼能承受這樣子的 呃 的這個宏觀經濟情勢呢 更何況 聯準會後面還要再做貨幣緊縮啊 啊 這個禮拜就要開出第一槍啊 開出第一槍之後呢 今年預估大概要升息 4到5次啊 至少啊 把利率拉到1.25到1.5之間 甚或1.5到1.75之間啊 後面還要QT啊 喔 聯準會現在目前的資產負債表是9兆 喔 全球四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加起來是30兆美金 還要QT啊 QT就是縮減資產負債表啊 喔 這個一方面從價的 這個把利率拉高 另外一方面從量的 喔 把這個貨幣緊縮 那我請問你金融市場 如果沒有好的這個獲利的 呃 預期的支撐 沒有經濟的支撐 那金融市場怎麼走牛市呢 喔 我想在座的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忍靜客觀的去思考 就知道說 哎 這個現在目前全球股市在跌什麼 今天香港恒生指數一跌 跌了快1000點 好 恒生科技股 這個指數板塊一跌跌了快10% 我剛看一下阿里又破底了 跌到了這一個 只剩下 好像90塊錢人民 呃 港幣都跌破了吧 今天阿里一跌跌了快10% 騰訊也跌了快10% 這個實在是非常驚人的一個跌勢啊 就是說這個科技股全球的科技板塊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一個暴跌法 那當你說阿這個香港的科技股啊 這個中國大陸的科技股這樣跌啊 是因為這個美國在搞鬼 美國這個要把這個中概股 要一一逐一退市 我認為這個是有影響 但是呢 他所反映的出來 也僅僅不只是這個 所謂美中之間的一個矛盾 跟角力跟衝突的問題而已 他所反映出來 投射出來是應該大環境的問題 全球宏觀環境上面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這個美國 這個大陸的科技股跌啊 我上週不是有給各位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科技板塊跌得更慘啊 C3AI從180塊錢美金 跌到18塊美金啊 那跌得剩下1分之1的市值啊 這個特斯拉上週五 一天可以跌掉5% 特斯拉的市值是多少 各位算算5% 他一天蒸發了多少市值啊 所以這個所投射出來 是全世界科技板塊 這種成長型概念 整個神話破滅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要 在上週的直播告訴各位 這個所謂美國股市 這個還沒進入熊市 但是科技已經先崩了 資金往哪裡逃 今天更進一步的告訴大家 不只是這個科技股跌啊 連債券都是出現了瘋狂的暴跌啊 所以說資金到底要往哪裡跑 我們過去常講說 這個資產配置就是股債配置 如果說你今年採取股債配置 這種所謂傳統配置的思考的話 你今年是前一季是大賠錢的啊 我等下會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債券的指數 好那回過頭來講 這個禮拜我們先 先期遇到了這個 聯準會要升息的問題 他這個升息投射出來 是一個全球通貨膨脹的一個大問題 資金回收的一種一種這種無奈 不得不回收 因為他知道這個回收會對經濟 會對金融市場產生衝擊 但是沒有辦法不回收 因為在維持這麼大的一個資金部位 在金融市場裡面 在貨幣市場裡面 這個市場會崩潰掉了 現在目前我們已經看到 他已經在逐漸瓦解之中了 好那烏爾的這個危機 是疊加這個整個全世界 現在目前宏觀環境上面的 更加加重的沉重壓力 上週末傳出來說 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 雙邊的談判代表都說 這個雙邊透過視訊 要達成了這個協議了 即將達成協議 似乎啊 這個金融市場傳來一絲喜訊了 結果今天這個 隨著這個消息呢 台股就開高了嘛 開高是相對 顯顯躲過一波啊 譬如說8點45分 期貨開高了63點 但為什麼講說顯顯躲過一波 因為如果各位 周五有看夜盤收盤的話 他是跌了100多點 所以這一差差了快200點 也就是說他從夜盤 原本跌100多點 到這個今天早上8點45分 開高60幾點 所以這一差差了快200點 那這一差為什麼會差了200點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傳出來就是說 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 雙邊的談判代表都說 大家有達成這個協議的機會了 然後呢 哲倫斯基就烏克蘭總統說呢 他願意在這個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跟普丁會面 我也不知道這位老兄 為什麼要選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選這個地方 作為雙邊的這個領導人會談的一個地點 那各位覺得這個消息是真的嗎 雙邊真的有可能會在近期內達成協議嗎 我個人認為這個機率非常低了 我認為如果說要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烏克蘭投降 因為以普京來講 他現在是騎虎南下 他整個部隊已經深入到這個烏克蘭全境了 從北邊到東邊到南烏 到現在連西烏都 烏克蘭西邊接近波蘭的地方都開闢戰場 要形成這個四面八方何為基普之勢啊 那你想看 他有可能不拿到絕對政治優勢條件情況之下撤兵嗎 這當然不可能 他一旦是沒有沒有這個拿到政治優勢的條件下撤兵的話 恐怕普京的這個政權都會有問題啊 因為他這一戰他是賭上了俄國的國運 跟這個他個人的這個政治生命啊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沒有這個沒有戰爭上面的斬獲啊 或是政治上面的斬獲 他斷斷不可能退兵的了 那至於說達成協議 那難道是這個所謂的城下之盟嗎 烏克蘭現在已經變三邊包圍了 這個基普只剩下南邊通路了 如果南邊再往上打突破了 那就變四邊包圍了 就整個基普呢 已經陷入到全面包圍的一個城下之盟 折倫斯基同意要這個做重大的浪步嗎 那當然大家就知道這個最重大的浪步呢 就是所謂的去軍事化 你覺得烏克蘭有可能會同意嗎 我個人這個認為這個可能性也很低 好所以看起來 一場這個持久戰拖久下去啊 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那拖久呢 當然對俄羅斯不利 但是呢對全世界對烏克蘭更是不利 對全世界的整個經濟形勢更是不利 對整個歐洲更是不利 整個歐洲會全面的被拖下去 陷入到泥沼裡面 整個歐洲的經濟全面的這個要翻船的 我已經看到了今年到第四季 甚或第三季歐洲經濟就有可能衰退 甚至停止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都有 這個現在目前已經看到這個影子了 所以這個歐洲股市是首當其衝的 為什麼史托克50指數在上週已經跌入熊市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義大利米蘭指數從這個高點下來 都跌了20%跌入熊市區間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歐洲是首當其衝的 最主要的受害的地區 其次呢當然就是整個全世界經濟 跟金融市場都要陪葬 那有沒有明確的證據 直指現在目前這樣的狀況呢 我們現在圖表上面各位看到了 這個是納薩克指數 納薩克指數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週線週K線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波下跌 那個跌勢有多麼的沉重 現在目前納薩克指數 這個季線就是這條藍色線 各位看到這個K線上面有一些均線 呈現這個下彎的 這個就是藍色線是季線 然後呢綠色線是半年線 大家發現這個藍色的季線 已經下彎穿過這個綠色的半年線 然後同時呢這個綠色的半年線 也即將要下彎穿過這個黃色的年線 同時呢各位可以看到 月線就是這個橘色這條 以及呢藍色的季線呢 都已經穿越年線向下了 形成了所謂的這個季線跟年線的死亡交叉 以及月線跟年線的死亡交叉 同時更可怕的是年線都下彎了 你什麼時候看到過納薩克指數的年線會下彎了呢 年線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多空最重要的分界線 這個K棒在年線下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弱勢格局 更何況年線下彎了 如果說這個年線是持續下彎的 這個跌勢到底要跌到哪裡才能終止 是沒有人可以預估的 那台股加權指數呢 有沒有年線下彎 現在目前還沒有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加權指數到四月到五月 它就會扣底在17700點當時的一個高點 如果到時候加權指數沒能站回18000點之上 屆時也就到四月五月的時候 加權指數的年線也要下彎了 那年線下彎各位知道這是非同小可的 這個對於多頭市場來講是一個重大殺傷 是非同小可的 更何況現在各位看到這個是加權指數的年線 它現在已經在上週已經呈現 帶下影線黑K棒破年線的情況 這個下影線的低點在16700點附近 當時是破了年線的這個一個 這個持續下挫的連3K的一個跳空 帶跳空格局帶大量4000億 每天4000億4000億這樣的一個下殺格局 那年線在哪裡 年線在17300點 今天收盤下跌1.7點也沒能站回年線喔 還是沒能站回年線喔 也就是上個禮拜兩次跌破年線到本週一 依然沒辦法站回年線 更何況今天的量能萎縮到不到3000億了喔 這個沒有量也是一個問題喔 高檔無量基本上就是個弱勢格局喔 所以這邊要提醒大家喔 這個年線它是一條非常重要的多空線 雖然說台股現在目前加權指數的年線還沒有下彎 但是它有下彎的危機喔 就在未來幾個月喔 指數要盡快站回18000點之上 而且持續的要維持在這個位置上 甚至再繼續往19000點推進 那各位覺得這個可能性大嗎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可能性可能低到只有10%20%吧 喔所以說我現在目前對於整個 不管全球宏觀經濟形勢金融市場 我個人是抱持著非常謹慎保守的態度喔 但是也不用恐慌也不用緊張說 我手上的股票全部要殺光光 倒也不必我等一下跟各位講 今天還是有漲停板的股票喔 農糧概念股你看台肥喔 你看東減喔是不是今天一個漲了快7% 一個是漲停板收盤呢喔 東減喔台肥是漲了快7% 我多久前就跟各位講台肥啦這些資產概念股 農糧概念股各位要注意了喔 那當然這邊不是這個事後諸葛啊 再去談這些事情最重要今天還是要告訴大家 現在目前全世界的一個重大的一個變化喔 跟整個市場方向不要對烏烏之間的危機太過熱觀 莫斯科是非常有可能要裂解整個烏克蘭的 什麼叫裂解烏克蘭呢原因很簡單 他要讓烏克蘭變成是一個永遠跟北約之間的 一個隔離緩衝帶你覺得他用什麼方式最好呢 第一個莫斯科是不可能長期佔領烏克蘭 烏克蘭國土面積太大六十萬平方公里 四千多萬人了他如果長期佔領烏克蘭 限利在那個地方會把整個俄羅斯的這個國力財政 跟經濟全部拖垮下去普丁太清楚這件事情 白俄羅斯盧卡申科也很清楚這個事情 所以他怎麼做當然就是仿效克里米亞的狀況 在整個烏克蘭各地方成立所謂的獨立區嘛 讓這些獨立的政府自治然後呢去讓烏克蘭整個裂解嘛 我認為莫斯科打的算盤是這個那如果說莫斯科真的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這個危機就不可能短時間結束也不可能用和談的方式結束 因為和談只有一條路就是烏克蘭投降了 這個哲倫斯基投降了哲倫斯基投降了 把所有的地方割漏割出去了你覺得這個可能嗎 哲倫斯基的位置還能保嗎 他的政治地位跟他的聲望還能在烏克蘭持續下去嗎 所以這個他也做不到嘛 普丁做不到的事情哲倫斯基也做不到 所以雙邊的和談跟這種所謂的要簽協議 我個人認為都是假的啊 他只是一個煙幕彈而已啊 打是繼續繼續打 然後呢這個和談也是這個談假的 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打 真正目的是打嘛不是談嘛 那這個回到台股的這個走勢來看 那剛剛講說呢整個現在全世界資金啊 完全的是在大這個大逃難的 這個債券市場也可以看出來 我跟各位報告喔 美國的這個十年期國債殖率 在我們現在直播當下已經升到了這個2.05了 這個五年期的國債殖率升破2%了喔 這個五年期國債殖率升破2%喔 是大概差不多2019年5月以來 首見到的喔 這個五年期國債殖率升破這個2% 那你說啊怎麼樣去看未來經濟問題 我們常講殖率率曲線出現倒掛 也就是短天期的殖率率 長過長天期殖率 這叫做殖率率曲線倒掛 殖率曲線倒掛呢過去的歷史經驗呢 就是在半年一年後都會出現美國經濟的衰退 沒有一次例外喔 我給各位看這張圖 你就知道說這個事情是很準的喔 這個是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個是殖率率曲線倒掛 各位看到那個紅色的這個地方喔 那個紅色直條的地方 就是美國歷次經濟衰退 那這個白色線喔 就是兩年期跟十年期國債殖率的利差喔 那兩個一相減啊 如果說呢 那兩年期國債殖率大過十年期國債殖率的話 出現了這個所謂跌破零軸的狀況喔 就十年期減兩年期啦 減出來是負值啊 假設說啦好 十年期殖利率是2% 兩年期的殖利率是2.2% 那減出來的不是負的0.2嗎 那他就會出現跌破零軸 跌破零軸各位看看 他每一次出現跌破零軸 後面是不是就出現那個紅色柱狀圖了喔 就經濟衰退了喔 這沒有一次例外很準的啊 所以各位不要講說啊這一次不一樣了 這一次啊殖利率倒掛啊 美國經濟不會衰退 你看看會不會衰退 我跟你講 這一次殖利率倒掛 這個美國經濟後面還是要衰退了 那現在我跟各位報告 兩年期到現在我們直播這個時間 他的殖利率是1.8% 三年期的殖利率現在是1.97% 我剛剛抄的喔 這個五年期的殖利率是2.01% 七年期的殖利率是2.068% 十年期的殖利率呢是2.這個 2.57% 所以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五年期以上的殖利率都已經 都已經超過2%了 然後呢七年期的殖利率已經貼近了這個十年期的殖利率了 因為七年期殖利率是2.068% 然後呢十年期殖利率是2.07% 所以這兩個已經是差不多了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曾經啊這個七年期 美國七年期國債殖利率超過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換言之七年期跟十年期已經倒掛了 那你會說這個我們從來不看七年期跟十年期的 沒錯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們我們一般的看的就是兩年期跟這個十年期的吧 那他現在也差不多了 兩年期現在目前的是1.8% 十年期的是2.07% 他差距多少 他差距才0點這個27個基點啊 27個基點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還有四十幾個基點了 到這個月只現在27個基點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利差收斂有多快 那這個利差收斂呢 就代表後面喔 這個市場啊 是預期經濟是要衰退的喔 好那 這個利值利率持續往上啊 就代表債券的價格下跌 我相信在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應該都懂這個 呃 殖利率跟價格之間的關係對不對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給各位看兩檔ETF 他們的走勢一檔呢 這兩檔都是大ETF喔 就是債券的大ETF喔 一般都是被這個市場投資人 作為資產配置很重要的工具 一檔是iShare的 20年期美國國債的ETF 另外一檔呢 是iShare 7年期到10年期 美國國債的ETF 好這分別代號呢 是TLT跟這個 呃 IEF喔 我們先來看TLT 各位看到TLT是最近是怎麼跌的 他從去年底到今年 現在目前上週五還在破底 這個波段跌勢居然達到了10% 你有看過這個債券 短短一季度跌掉10%的嗎 這個跌勢實在是太猛了喔 而且在上週五 上週還破底喔 這個TLT還破底 多少人拿這檔ETF 再做資產配置啊 就用這檔ETF搭配這個全球的 股票的這個ETF啊 再做股債平衡啊 或者說譬如說股六債四啊 或者說債六股四 這樣的一個搭配做 做這個投資組合啊 現在跌成這個樣子 股市繼續股市一樣跌 然後債券一樣跌 你這樣資產配置你配 你配了你有規避風險嗎 你完全沒規避風險啊 因為債券跌的不輸股票啊 今年初以來 標準普爾500指數到上週五 跌幅多少 12% 債券跌了10%啊 他跌是沒有輸股票啊 你怎麼去規避風險 另外各位看到這個IEF 這檔ETF 他一樣跌了到最深的時候 大概109塊美金啊 大概差不多也跌了 也跌掉了這個七八趴六七趴 為什麼這個七到十年期的 國債跌的比較少 答案很簡單嘛 因為當這個債券市場 在下跌風險上升的時候 資金會跑到 存續期間比較短的國債去 因為它波動會比較小 就變這樣子 所以會說這個債券的 這個市場的投資人 或者說專業機構 他會做這個 所謂的Duration的調整 存續期間的調整 他會把長債賣掉去買短債 為什麼因為長債的波動風險 越長的債券波動風險越大 它的損失會越大 越短的債呢 波動風險越小 它的損失會越小 就變成是這樣子了 所以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IEF跌市 相對 它在上週沒有破底 而且呢 相對它的這個跌幅 也比這個 我們剛剛講TLT小 就是這樣子 但問題還是一樣跌 他還是一樣跌 他跌 他也沒有少跌多少啊 那你說啊 我拿這個IEF來跟這個 全球的股票型的ETF 做資產配置 有沒有避險 一樣沒避險 很慘了 所以今年 我要跟各位報告 很慘的是什麼 資金沒地方跑 股票也跌 債券也跌 債券為什麼跌 因為市場認定後面升息 利率要拉高 通貨膨脹 居高不下的情況之下 債券首當其衝 他也沒辦法有這個避險的功能 那股市呢 尤其是科技股 因為整個通膨高漲 然後後面要升息 所以說呢 他的這個 風險就越來越高了 他的殖利率就越來越 這種高科技成長股 都沒有殖利率的 所以說他下檔 沒有這種殖利率做保護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無風險利率拉升 這之前我跟各位報告過 這個Sharp Ratio 夏普值的一個算法 對不對 就夏普值 他就是所謂的這個 你乘三 你承擔這個每單位風險 你所能得到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在這個夏普值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所謂計算的元素呢 就是這個無風險報酬利率 那無風險報酬利率 越往上拉的時候呢 你所承擔一風險 你所承擔一個單位的風險 你的利潤就越來越低了 就是這樣子一個道理 所以說這無風險的報酬率 往上拉升 就我們一般來講 把美國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當成是一個無風險報酬 把它當成是一個無風險報酬率 那無風險報酬率 越往上拉升的時候呢 你所承擔的這個風險的報酬 報酬率呢就越低了 所以這個越殖利率越往上升啊 越不利於這個投報率啊 尤其是這些高科技成長股的投報率啊 所以這特別要注意啊 為什麼全世界高科技股 都殺成這個樣子 台積電你看 怎麼都談不上去 連發科這麼好的股票 這兩家公司 一家是世界上這個手機晶片的龍頭 一個是晶圓代工龍頭 怎麼最近股價都跌破年限了呢 都跌破年限了呢 就變成這樣一個道理 好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CME的FadeWatch 剛剛講了95%的升息機率 這個三 這個禮拜四清晨 那這個是呢 到今年12月 現在目前市場的定價 到底要升幾碼 大家可以看到 1.5到1.75 這個地方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呢升到6碼 這個1.5就是6碼 升到6碼 升到6碼的機率是多少呢 大概是超過五成的機率 升到7碼 就是1.75 各位看到這個 1.75到2%的機率呢 就相對低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目前估大概是升 大概五次到六次 每一次升一碼的情況 但是呢 這只是現在目前的一個出估 市場情緒所 跟交易出來的一個情況 不代表後面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變化非常快的 後面一個通膨數據上升 下不來 這個馬上都有可能 在今年夏天 聯準會要加速升息 或是說 整個整個利率要出現更明顯的 這個趨向鷹派的可能性都有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股市的壓力就會更大 這個包爾已經把話說清楚了 對不對 他說呢 他預估這個通膨在今年 下半年是會下來的 但是他是他預估 那個包爾從去年就一直錯到現在了 你還是你覺得他還繼續對下去 還會還會不會繼續錯下去呢 我覺得他繼續錯下去的機率很大 是不是 也就是說他他認為通膨年底會下來 下半年會下來 如果不下來呢 不下來他會要不要在七月夏天的時候 加速升息呢 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 那請問股市到時候壓力會不會更大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到上週五 我抓下來的圖 這個兩年期國債 跟十年期國債之間的一個走勢圖 大家發現到上週五的利差只有25個基點 兩年期國債殖利率是2% 兩年期的國債殖利率是1.75% 十年期是2% 中間只差了25個基點而已 很快大概應該就要這個出現所謂的殖利率 這兩個殖利率趨向一致了 甚至倒掛了 應該過不了多久了 這張圖剛剛給各位看過了 那另外呢 最近的整個經濟情勢啊 我們從這個花旗的驚奇指數可以看到 這個也是市場 大家很常在預估的這個觀察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這個City Group 它有編制一個叫做Economic Surprise Index 大家不要覺得說驚奇是好事 哇Surprise好棒啊 這個我今天生日看到一個好大蛋糕啊 Surprise啊 這個好驚訝好棒啊 你不要覺得驚奇是好事 在這個指數上驚奇不是好事 就代表說呢 公佈出來的經濟數據不如預期 越多經濟數據越不如預期的話 這個指數就會越高 各位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個指數已經衝到什麼 已經衝到了大概是差不多 18年19年當時來的高點 那18年19年當時整個經濟情況也不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川普發動了美中貿易戰嘛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台股加權指數的這個周線走勢 你會發現在1819年啊 就這個地方啊 各位看到這個旁邊有一個地方啊 這個是這個周線伴隨的年線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年線的那個地方 黃色線是年線啊 有沒有你有沒有發現啊 從這個2017年以來啊 這個加權指數曾經有 比較明顯的兩次跌破年線 一次呢各位看到很深的啊 跌到那個8500點那個地方啊 那個是這個2020年3月4月那時候的 疫情所造成的崩跌 應該還記得8523.8523見底嘛 對不對 之後呢就持續拉拉拉拉 拉到今年的18619 見到這個相對高點 這個是足足拉的1萬點喔 從2020年3月來足足拉了1萬點喔 那在此前一次有一個比較明顯跌破年線 是在2019年 2018年的時候 2018年到19年的那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是美中貿易戰 那一波跌破年線 各位看到這張圖上跌破年線 總共從高點下去大概跌了15% 這兩次都是比較明顯跌破年線 那這次又跌破年線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曾經有幾次喔有小破年線 但是跌幅都不超過2% 也就是乖離年線不超過2% 但這一次的乖離年線超過3%了 也就是說呢 超過2%的一個乖離幅度 會不會造成是18年那一波 這個年底那一波的大跌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放在心裡 那它的幅度是15%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到 18年那個時候的這個花期的驚奇指數呢 也是相對的大幅的上升 有沒有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整個全世界經濟 尤其是美國中國大陸經濟 受到這個貿易戰的影響很大了 好 那回過頭來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上週公佈出來的 密西根大學的消費信心指數 這個指數也創了2011年來的新低了 而且是跌破60 代表美國現在目前整個消費信心是很薄弱的 那這個消費信心薄弱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如果說消費沒有信心 購買力勢必將來會往下掉 那美國經濟最主要呢 是靠購買力靠消費市場 所以這個數字呢 也讓我很擔心 這是上週這個密西根大學公佈出來最新的數字 他再次破底了 跌破60了 那至於說呢 一年期的通貨膨脹 因為密西根大學公佈這個消費信心 同時他會公佈民眾對一年期的通貨膨脹的預期 已經升到1981年來的最高了 升到5.4的一個通膨率 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老百姓 他們並不認為 這個通膨到年底會下來 這個完全直接賞了包爾一個耳光了 聯省會主席認為下半年通膨下來 老百姓不這麼認為 老百姓不這麼認為 老百姓認為這個 未來一年通貨膨脹率都要高達5%以上 而且是越升越多了 對於通膨的預期是 越來越強烈了 所以從這些數據 種種數據都告訴我們 這個整個經濟形勢並不是太好 整個情況大家要注意 另外糧食價格 各位看到聯合國的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這個糧食糧價指數 FAO這個糧價指數 創下了要創下歷史新高了 要幾乎要突破1970年代當時的高點 各位看到前一波的一個高點 就1970年代的高點 這個兩次石油危機那時候的情況 你從這個指數裡面的分項指數 從肉品到乳製品到穀物到油脂 然後呢到糖 除了糖沒有創新高以外 所有的這個各大的這個 民生必需的糧食全部創新高 所以從這個糧價也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整個全世界通膨的壓力跟影子 小麥是俄羅斯最主要全世界出口的 這個第一大出口國小麥就是俄羅斯 烏克蘭是大概第四大出口國 那俄羅斯跟烏克蘭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好多項農產品的產區 像玉米啦葵花油啦 烏克蘭都是一個重要產區 所以在整體的這個物價指數上面 從糧價你就可以虧見 這個壓力是有多大 那糧食價格上漲 那是不得了 糧食價格上漲的話 很多這個貧窮國家 第三世界老百姓會餓死了 這個還不是只有這個 所謂金融市場資產的問題了 這個人命關天了 另外呢烏克蘭又宣布了禁止它的化肥出口 然後呢今天消息又出來說 烏克蘭最大兩個奶氣的這個半導體 製程裡面一定要用到稀有氣體奶氣的 這個兩個工廠也都關閉了 所以這個全世界頭痛的問題是接踵而來啊 然後呢伊朗又發射飛彈去打伊拉克北部的城市啊 說呢這個飛彈擊中了美國領事館附近的這個building 那怎麼沒事去打美國領事館附近的building呢 這其中一定有大玄機了 為什麼伊朗要發射十多顆飛彈去打伊拉克北部呢 伊朗不是跟各國現在正在談這個 所謂的制裁要解除嗎 美國現在寄望委員會拉跟伊朗這個 填補俄羅斯石油的空口缺口嗎 怎麼會在這個當口上又有這個所謂的 飛碳襲擊伊拉克的事情呢 我跟各位報告是中間有太多問題了 全世界今年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所以總歸一句話吧保守點 你資金也只能往一些順勢的這個資產上面去做配置 譬如說各位看到今天在台股上面的肥料股 這個台肥漲的快7% 東減漲停板 你會看到一些相對殖利率有至少在7%以上的 像國產你看今天它還是繼續漲 所以我也只能跟各位報告了 現在是現金為王 盡量多握有現金 但是呢你也不可能完全沒有股票的情況下 你只能選這個什麼樣性質的股票呢 請記得本益比低 本益比要在10倍以下的 第二個呢股力值利率至少要在6%以上的 第三個呢它的這個β值就波動度啊至少要在差不多0.6%以下的 0.6%左右到以下的 這三個quiterial這三個條件呢符合的標的呢 才是我個人現在會去持有的標的 提供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參考了 多事之秋啦 今年真的是保平安啊保資產的一年非常重要了 後面還不知道有多少的一些變數跟不好的事情出來 請大家多多的這個關注我們的直播 以及關注我們的財經義務發的 這個每天5點到7點的新這個節目 同時呢幫我們的Podcast 幫我們這個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我們的YT 也給各位參考幫我們訂閱分享 幫我們按讚 因為你們的支持我們節目前進最大的動力嘛 謝謝各位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多多個時間 4個小時